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咱这期视频要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步手中最难写的三个 角丝旁,走至底和雨姿头 这三个步手的具体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角丝旁的写法 首先往右下顿按压 然后撇折 二是平的 那第二个撇折在它的右下方起笔 往右下按压 好,接上去之后 第二个撇折要斜上去 大家来观察一下 这两个撇折它有什么区别 注意第一个撇折比第二个撇折要怎么样 略宽一些 第二个撇折比它要稍微的窄一些 而且第一个是平的 第二个是斜的 上面大,底下小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个大的 大家看一下,看清楚一些 两个撇折的写法不一样 你看撇折平的 我们就不按格了 然后在它的右下方起笔 再来一个撇折 好,到这就斜上去 大家看一下 你看第一个是平的大一些 第二个给它接上去 比它小一些 而且第一个宽 第二个要窄一些 和这个撇折接上去之后 到这你就可以折上去了 不要拉太长 我经常会见到有人写这个 角丝旁两个撇折都是 两个都往上写 这种写法是不对的啊 一定要注意啊 上面的大 底下的要小啊 好,我们接着往后写 然后提换 提换和外面和第一个撇折这 对齐可以 然后提往上 好,注意它的右侧是对齐的关系 这是角丝旁的写法 我们再来演示一遍 撇折 按压一下 你看平的 在它的右下方起笔 再来一个撇折 好,提上去 然后再来一个提换 好,往上走 注意右部是对齐的关系 这是角丝旁的写法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走之底的写法 走之底是怎么样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点儿 由轻到重 注意这个点儿 由轻到重 然后这个横折折撇 在它的左侧下方 不是正下方 是左侧下方 你看啊 从这起笔 往右上看肩 好,往右下按压 横折 折撇 这个笔画是非常短小的 横折撇撇 一定要注意 你看点儿到横折撇撇的 这个长度 和横折撇撇的 这个长度 基本上是相等的 然后平纳 平纳和横折撇撇 这七笔 这对齐就可以 你看平出 好,接上去 然后斜下来 往下走 这一段是直的 相当于直线 你看到这儿 然后把里面内容 给它包住之后 然后我们拖出那角来 平纳 你看一拨三折 一,二,三 是这样写的 一拨三折 中间这一段是直的 这个平纳 我们不要给它写太弯 我就见到有些同学 写这个平纳的时候 你看 写这个走之底的纳的时候 你看都是这样写的 写的特别弯 这样写可不对啊 平出写下去 再出那角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平出 好,写下去 这中间一段是直的 然后我们给它 拖出那角来 这是平纳一拨三折 然后我们把这个 走之底再来一遍 你看点儿 有倾到中 然后横 往右上扛肩 好,横折折撇 要怎么样 短小 然后平纳 接上去 写下去 你看这一段要直一些 然后拖出那角来 这是走之底的写法 那我们来看 来看最后一个 这个语字头 语字头 可能 可是让很多人 比较头疼 一个不熟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横 小短横 注意这个 横是短横 然后竖点 是一个竖点 然后横勾 接上去 往右上 微微扛肩 往右下按压一下 然后往回勾 大家看一下 点和横勾的组合 是怎么样的 这个点是竖点 这个点可以略长一些 你不要给它 写成一个小片 经常有同学写 点和横勾组合的时候 老是一个撇 加上一个横勾 这样不对啊 这个点是竖点 横勾要短小有列 勾这边高一些 点这边要略低一点点啊 然后中间一竖下来 中间一竖下来 然后两边的这个点 你看它怎么写的 点是在这个横 起比的正下方 你看 左点 然后在这边的 这个横 收尾的正下方 再来两个点 这个点 横向是对齐的 横向是对齐的啊 它在它的右上方 看见没有 斜向对齐啊 这是语字头的写法 语字头 我们把这个语字头 再来演示一遍 首先起比小短行 然后竖点 然后横勾 接上去往右上 看见往右下按压 然后往回勾 这边低 这边高一些 然后竖下来 然后横起比的正下方 两点 横收比的正下方 再来两点 这边两点比它要怎么样 稍微的高一些 左边低又变高 你看看 是不是横 包括横勾 都是左低又高的 点也是 它写下是对齐的啊 这是语字头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其实掌握技巧 想要写好这些步手 也并不难 我们这期视频 脚丝旁 走之底 和语字头的写法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下期视频